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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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宝啊 我們去玩好不好 去離島玩 去小溜球啊 找個平日 平日人不會那麼多 小溜球人很多吧 那是假日啊 假日是島上幾個跟沙丁魚一樣 幾萬人 平日不會 平日不會 要不要 去放鬆一下 飯店喔 我去找 找到了沒 唉 這小溜球的住宿 真的是沒有喜歡的捏 這麼多人去 可是我現在真的沒有找到喜歡的啊 欸 這個 這個可以 它的LOGO設置不錯 然後大廳進去 一致氣 到房間都有 整體都有 建築物外觀也不錯 不是啦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去喔 我就隨便住 我住背包房都沒關係 可是今天要帶你去 要去約會 這設計師出去 怎麼不能太隨便吧 嗯 因為 我覺得這個可以 我忙定 走 走 我們現在要去坐船了 好 今天是平日 所以人比較少 欸 這不是花蓮的特產 花蓮米其林嗎 不是 花蓮米老鼠 花蓮那隻好像是男生 原來她私善多年的伴侶就在這裡 我覺得我沒有很care她是男生女生 我只知道她長得蠻恐怖的 好 我們到民宿了 她前面種了一些仙人掌 蠻可愛的 然後外觀也蠻喜歡的啦 訂的時候也是有被外觀給吸引到 她的logo也還不錯 整個配色裝潢有一種 比較南洋度假的感覺 不知道能不能符合老闆娘的期待 一進去的時候就看到 裡面有一棵我很喜歡的植物 叫龍血樹 然後整個配色就是很度假風 有點暗暗的打黃光 那上面呢 用一些枯葉 做得像流書的樣子 現在我們還沒辦法進房 我們比較早來 晚一點再回來看房間長什麼樣子 現在要去了 王美老木 他叫王美老木喔 對 就叫王美老木 然後旁邊那邊有一間店叫做 什麼老木那邊 這裡有各種木給你選 你想要拍哪一種 什麼意思啊 這裡要幹嘛 就是給你拿木去旁邊 應該是吧 我在坐還是這樣吧 要去哪裡啦 找一個地方給它放好啊 不要啊 等一下又要拿回來 好啦 放一下 不要被人家誤會 你要偷 好的 在這個景點 一路上實在太熱了 我就問這裡怎麼會有鋼蹄扣榮錠 尤其我剛剛查鋼蹄 它是男性 我有鋼欸 在這個沙灘上 天啊 我在這個位置是什麼樣的過去呢 我還是離開這個陰影處吧 這邊過來 有一個小地方 喔 王梅老木就在這裡啊 會想打我嗎 有一點欸 我也沒來過啊 我跟你說啦 這裡漂亮的是海 根本不是什麼木頭 根本不是什麼老木 重點是沙跟礁石跟海 你走了零步跟走一百步 海都一樣漂亮 真的不用走一百步 你看你的汗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走這麼狼狽 真的很熱 你心裡有想要這樣拍照嗎 沒有 不過我剛剛幫你拍的照片真的蠻漂亮 我也滿意啦 我也覺得拍得不錯 真的不一定要那根木頭 好的 我們終於可以進房間了 外面很熱 這一整棟呢 都沒有電梯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住這邊 你可能又討厭爬樓梯的話可以選擇二樓的房間 二樓是這三間 我們今天住的是這間 幹嘛 歡迎光臨 嗨 哇 今天住的房間叫沈香城 沈香茶 沈香茶 那我們要開始介紹囉 我好喜歡這個房間 他把面盆拉出來外面 跟我們家的洞線一模一樣呢 對 我們家也是這樣 尤其是女生最愛在這裡待 十分鐘二十分鐘化妝保養 所以如果又要在裡面跟人家洗澡的話 就很困擾 然後最近好流行這個鏡子 就是這種不規則淡型的 是嗎 我怎麼不知道 對啊 就不會很無聊 然後又很輕薄 每一間房型用的材料 差不多都是這種調性的 就是木頭跟牆壁會用那個塗料 那麼一看見他的背皮 衣物手洗衣精耶 喔好貼心喔 因為可能考慮到說 碗水 然後牙刷 浴帽 然後物浴乳跟洗髮精這樣 比較特別的是他還有給兩副的耳塞 通常這道背包房才會留 對 因為背包房很多人一起住 因為旁邊有摩托車 有馬路 那也算蠻貼心的啦 然後這裡是馬桶跟淋浴間 淋浴間頗大喔 你手這樣伸開快140-150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臥室啦 跟你說他看官網的時候感覺很小間 因為他拍的照片都很近 結果這邊這麼大耶 然後我都可以做瑜伽了 早知道這麼大就把瑜伽電帶來 不用啊他這個墊子也很舒服 我剛剛有採 喔有冰箱水 這些都免費的嗎 對 大象氣泡水 對 Soda Water Densia 做了一個 木頭訂製的這個什麼 懸浮式的電視櫃 然後我跟這個沙發啊 他就會讓你一種錯覺是 他是兩人沙發 但是其實他的比例偏小 可是我覺得在民宿放這個是恰到好處 就是房內看起來很大 但是你又有地方坐 然後如果你有朋友來玩 他這裡還有一個扶手椅跟一個板凳可以 變四個人 好 再來就是他的床頭櫃就是 沒有用對稱的感覺 就有一點點隨性啊 你說左右沒有對稱 嗯 故意的 然後我發現他這些空間都這麼剛好 是應該是因為他是置地之間的關係 因為你看Google Map 他以前這裡是平 是平房 平平的 好像沒有蓋房子 所以這一棟是全新的 不是什麼老屋翻修 對對對 我在想他應該是有想法 然後所以都設計了 都規劃 這邊要特別有寢視物 有一個窗戶 他才會幫你寄這個出來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樣子 就採光可以透進去 跳色的牆跟我們家一樣 我這次特別選這個房間 就是因為這個牆 而且剛好我們家也是 跳綠色跟白色 那這裡他是用這種 生 什麼 生綠 祖母綠嗎 祖母綠 祖母綠跟灰色 然後這樣跳 好看 對完全無為和 然後這一次看到這個房間 都覺得也蠻親切的 因為其實每個房間都蠻想定的 風格都是蠻一致的 外面還有個小陽台 大陽台了 其實很大 可是他在官網上面寫小陽台 其實是蠻大的 那這個窗簾呢 我覺得挑的還不錯 這是那種麻紗的長子 就是感覺不會太厚重 那這種藝術線感啊 他這個算好拉的 很多那種藝術線感 拉到一半會卡住 這個還很帥 那這一次來小溜球呢 我有特別 就是挑了一個風格 比較強烈 而且又新的住宿 這裡呢 我們現在來拍攝的時候 他才開一個半月 但旺季差很多 如果旺季來的時候呢 不是賣掉了 知道 他到底要講幾次 如果旺季來的話 一個房間是4600 可是旦季 就直接看13600 房間導覽到這邊 應該蠻清楚的 來去龍蝦洞 我們自己帶了兩張椅子 在龍蝦洞休息一下 海龜在下午3到5點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在龍蝦洞 來這邊百分之百看得到 看那邊就一隻 頭露出來了啦 頭露出來哪裡 那裡 那裡又一隻 正下方又一隻 正下方又一隻 好大隻 好大隻 好大隻喔 好大隻喔 海龜喔 好大隻 這邊果然是海龜會上班的地方 觀眾席都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離開了 垃圾帶走 然後去沙灘那邊看能不能淺下去 我覺得小琉球就是這麼自由 想跳就跳 好可愛 天海龜公游 游泳快點摸喔 超大 超大 好了,掰掰 貴公,掰掰 回去洗洗 休息 吃完了 很飽耶 因為我很愛吃剩一遍 那這裡的還不錯 有點價位 所以我們就是點了兩碗的海鮮小島丼飯 跟兩杯深啤酒 還有一碗的鮮魚湯 總共多少錢? 1800兩個人 噢,真的快一千塊的特單價 它的海鮮凍裡面每一個單品都好吃耶 而且它很豐富喔 不是只有魚而已 還有章魚 還有那個螃蟹軟 然後還有星蔓 可以啦 就是這樣奢侈的一餐 那我今天可以吃泡麵 好 哈哈哈 哈囉,我最喜歡琉球的晚上吃飽 之後一定要來酒吧走走喔 秋嗨嗨 秋嗨嗨 不錯捏 真的喔 試試看 這個蜜桃的口味 它好像是四季春晴酒 我今天就想要喝一個清爽細的這樣 嗯,很可以 你試試看 我覺得你會喜歡 可以吧 我覺得很棒 我今天超喜歡喝這個 對 感覺早上喝可以直接吃 來吧 早安 早餐來了 這個早餐 可以在它的大廳吃 也可以自己拿回房間吃 喔 這個是培根三明治 玉米 玉米蛋 剛好你也會喜歡 昨天睡了一覺 還不錯 這個 枕頭附兩種 我也是睡到一半才發現 一種是這種比較 蓬鬆 蓬鬆啦 然後另外一種是比較Q的 還不錯 床OK 好睡 一下就睡著了 我昨天把那個 鬆軟的拿來抱 超舒服的 然後我也是躺 因為你已經睡死了 喔不是床頭 我覺得對我來講 光線有一點點 不方便的地方是 它這個入口 這裡是照鏡子的地方 這個燈 它上面有一條線 然後它牽到床頭那裡 所以如果要開這個燈的話 要跑到床頭那邊去開 冷氣的地方會盡量不要打太多燈 因為這樣會一直看到冷氣 就是會 focus在上面 坐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覺得燈蠻刺眼的 因為它選的這種燈是比較聚光型的 就這樣啦 其他都很滿意 好走囉 我們要退房了喔 你不能不知道 咖啡樹大人擺給你覺得 層次 咖啡樹大人擺給你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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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喝完咖啡了 很滿意 很滿意耶 對因為我在找的時候 咖啡店很多啦 但是還是會找一些 跟自己興趣比較相近的 然後剛剛在看的時候就發現 這裡有手沖咖啡 嗯 而且我個人是淺 非常多種選擇耶 對 通常一間咖啡店淺焙的品項 不一定會很多 但是我剛剛看菜單 哇 好多個淺焙咖啡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啊 因為老闆也是有咖啡師的製造 然後他個人也很喜歡研究淺焙咖啡 他的手法那些就是滿細膩的 這地方不錯 我們之後來可能還會再來 這樣 這次離島小約會還滿意嗎 小約會喔 小小約會啊 不錯啊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這種 在旅途中發掘新的店 然後民宿我也是比較偏向 他可能不會是頂桃花 或是給你一個天空游泳池 但是至少他很新 然後用起來你會覺得 好像在開箱一個新家 可是最後我會選擇這一間 這沒有業配好 對 純粹是我想要找一個 讓Amber覺得比較舒服的地方 從門口進去到他房間 整體的一致性是我覺得最高的 好啦那這次給過嗎 最近那個火山湖咬到之後 大概要一個禮拜才會好 已經擦藥治療了 然後不能開手 所以我最近就是 開手都這樣 不錯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 還有我們開小鈴鐺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上網支持我們喔 真的喜歡幫我們分享 掰掰 掰掰 吃一個雙喜牛肉 好餓啊 對 對 小碗的 好吃 回家囉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嘿